经常看台语剧《八点档》的朋友 一定对潘丽丽不陌生 如今61岁的资深演员潘丽丽 有着国民妈妈之称 她曾演出亲戚不计较里的《无礼满足》 还出演了《鸟来博语十三一》 一泡而红后的潘丽丽 不仅演出多部本土剧 更获得了影后的殊荣 虽然潘丽丽的演艺事业一帆分盛 但现实生活中的她 却是频频受挫 宛如现实八点档 当年她与初恋情人爱情长跑多年后 踏入婚姻的殿堂 但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看似幸福的婚姻背后 竟然充满着谎言与背叛 让她一度感到崩溃 早年与杨丽花歌仔戏出身的她 原本拥有美好的家庭 成功的事业 但在多次抓到老公偷之后 果断决定结束这段婚姻 好在一对儿女待在她的身边 并鼓励她勇敢追寻自己的第二春 当年 她的丈夫可是人人称献的好老公 在潘丽丽忙于拍戏时 丈夫总会贴心的带些吃的到现场探班 献煞所有人 但随着潘丽丽的演艺事业越来越红 丈夫却越显得冷漠 2008年10月 潘丽丽刚刚在首尔电视节夺得影后殊荣 不过亮眼的演艺沉寂 却无法抚平她临上二度桌间 奋而结束18年婚姻的痛楚 此前她在首尔影后庆功宴时 就已经有婚变的征兆 当时潜伏传简讯祝贺她 但内容却异常平静 不像以往亲密 而后来她上喷恰恰的节目 一提到婚姻 不是必谈就是转移话题 下节目甚至暗自戳气 更令人怀疑她的婚姻是否出了状况 而随后潘丽丽在接受采访时 坦承2008年8月18日就已经签字离婚 提到结婚18年的丈夫 她眼眶泛红 当我工作不顺利 对婚姻没有信心的时候 她总是跟我说 不要忘了 我们永远要做最好的一对 也不断向她保证绝对不会背叛她 她难过的说 我曾经以为我是最幸福的那一个 其实早在2006年时 潘丽丽就察觉老公有医症 当时她会烫衣服 开始注重穿着 就连女儿都觉得爸爸怪怪的 但潘丽丽仍然选择信任丈夫 直到2007年8月初 事前潘丽丽已经听说一些 关于丈夫疑似背叛感情的传言 便决定提前一天回离山 一探究竟 到了离山已经是凌晨三点 当时她发现 她与老公打拼时所盖的房子内 有一男一女的影子 之后她听到热水气的声音 孤男寡女又铁门深色 潘丽丽虽然怀疑 但当时她没有钥匙 也没有勇气敲门 只能吹着冷风在外苦等 到了早上八点 她从门缝里看到一名女子在屋内走动 当时她难过到蹲坐痛哭 前夫走出门看到她 却对她视而不见 这让她当场崩溃 她看到我上级不接下气 蹲在那里 却连一句道歉都不肯说 事后 前夫虽然想潘丽丽道歉 但她心中仍有疙瘩 直到2008年8月9日 前夫说晚间八点要回台北 于是她故意下午跑到离山 在门外隐约听到有女生的笑声 便躲在门边观察 直到前夫与另一名女子走出门外 她上前质问 却换来前夫当着该女子的面 对她大声呵斥 这也让她彻底死心 潘丽丽讲到激动处 忍不住痛哭失声 真的很痛 原来曾经被歌颂 羡慕的爱情与婚姻 竟然是这样子收场 2008年8月18日 丈夫一句尊重你的决定 二人正式签字离婚 前夫放弃争取儿女的监护权 并每月支付三万元的子女生活费 只是让潘丽丽难以承受的是 每回上节目拍戏总要巧言欢笑 就连手耳风后 她仍得故作坚强 我真的不知道还要假装幸福多久 但值得欣慰的是 当时独高一的女儿 与国一的儿子相当贴心 看到妈妈难过 会陪她聊天 陪她入睡 随后 记者致电潘丽丽的前夫 杨瑞毅 杨瑞毅坦诚确实曾有外遇 不过她强调所有的事情 都是有因果的 杨瑞毅说她个性强势 这么多年 我都处于忍让当中 加上聚少离多 才会不断争吵 而至于两次被目击 与女子共处一室 她则解释 当天只是与朋友泡茶聊天 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而从后来了解到的情况上来看 杨瑞毅第一个劈腿对象是不理的保险员 而在二人的关系曝光后 三方还存在杨家亲属前谈判 女保险员一见潘丽丽 即以大姐称呼表明你希望杨先生怎么做 我就完全配合 但潘丽丽则冷冷地回说 小姐 我只想问你 你会真心真意陪她走完下半辈子 一生一世都爱她吗 双方经过一番交战后 保险员竟然说出 对 我会永远爱她 那我可以走了吗 女保险员事件不久后 杨瑞毅又搭上才26岁的李山公务员 随着二人关系曝光 上原本为了婚姻 忍气吞声过一次的潘丽丽 再也压抑不住 心力交瘁 最终决定结束这段就隔31年的情爱 潘丽丽深爱这一个男人长达30年 为了让家庭生活过得更好 拼命努力赚钱 接下了各种演出机会 甚至不惜成本 投资丈夫拼事业 她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这个男人 没想到却换来无情的对待 令人心酸 如今潘丽丽已经离婚十多年了 这期间 她一直把全部的精力 放在自己的事业与孩子身上 近年来 潘丽丽仍然活跃于各个戏剧作品中 常常演出慈母的角色 更有苦情妈妈专业护之称 而在她结束了长达18年的婚姻后 就一直单身至今 根据中时电子报报道 潘丽丽认为自己未来的人生也不一定要有对象 但亲友们都会相当热心的介绍 结果曾发生过当下双方聊得很开心 事后却打电话告诉潘丽丽的表姐 她是一人约 应该养不起吧 让她非常傻眼 我那天又没穿金带银 连交个朋友都不行 直接就没有下文了 很好玩吧 潘丽丽表示 她很习惯现在单身的状态 目前也没有人追求她 每天就是有戏就拍 至于另一半 她也不想去多考虑 但谈到她能不能接受小鲜肉 潘丽丽则说 我自己没有办法接受年纪小的人 同年纪还OK 比我小就很怪 除此之外 潘丽丽还透露 之前因为工作繁忙 没有时间放假 原本打算进入甘位人生的剧组 却因健康亮红灯忍痛婉拒 没想到就此戏约一落千丈 对此 潘丽丽无奈地表示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不出来 大家就忘记你了 2017年也紧接到 一档城市情歌的戏剧邀约 之后完全没有工作 导致经济状况也陷入危机 必须靠着一对子女伸出援手帮忙 生活才过得去 实际上 虽然在剧中的潘丽丽总是能和子女的关系相当紧密 但在她真正成为妈妈时也曾碰到过许多挫折 根据大纪元报道 潘丽丽的女儿曾经说过一句话让她至今仍无法忘记 当时女儿小二 由于弟弟的年纪还小 所以潘丽丽相对花较多心思在弟弟的身上 无形之中却让女儿觉得潘丽丽偏心 比较爱弟弟 有一次潘丽丽应要露营 于是就请来妈妈帮忙带小孩 外婆随口问了句 妈妈去哪里了 结果女儿竟然直接脱口而出 她走了 让外婆当场哭了出来 幸好随着孩子慢慢长大 也能体会妈妈的辛苦 母女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好 如今潘丽丽的女儿米亚已经30岁了 外形相当清秀 根据自由时报报道 前段时间更在电视节目的歌唱比赛中担任把关魔王 而米亚在比赛中更是夺下非常惊人的好成绩 尤其演唱的歌曲更是别具意义 当天米亚演唱的歌曲是李千娜的《扎某男仔》 而演出这支音乐录影带的正是妈妈潘丽丽 在世前米亚完全保密 就是想让妈妈有个大惊喜 此前潘丽丽所参与的短片《首饰页》 更入围2020年金马奖最佳剧情短片 典礼当天登上红毯的潘丽丽 以黑色窄短裙现身 修长眉腿鲜细的身材更是不输其他新生代女星 早在先前出席台北电视节时 她的好身材已经引起众人讨论 在当日的活动上 潘丽丽直说她瘦了6公斤 更自信地表示自己不但成功减肥 还讲了之魅力十足的模样羡煞众人 不过潘丽丽在多年前加入肝胃人身剧组之际 却发现身体健康出现问题 不仅免疫系统失调 更是长达10年饱受晕眩症状之苦也查不出原因 她曾因晕眩瞬间倒地 服药后仍然无效 因此退掉不少细约 担心没那个命可以撑那么久 而她在剪掉6公斤之后 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好了起来 没有再出现阴眩症状 整个人神经气爽 回顾潘丽丽的一生 早年间奔波在娱乐圈之中 本就是经历了无数委屈与挫折 奈何 自己深爱30多年的人 还两度背叛了自己 这应该没有哪一个女人可以接受得了吧 好在潘丽丽重新站了起来 没有被生活打倒 用坚强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 还一度迎来了自己事业的第二春 真是不得不让人佩服 如今生活终于苦尽甘来 祝福她能事事如意 在事业上继续发光发热